眼看春军已经近乎全军覆没 葛威已拿出手榴弹 准备和鬼子同归遇见 就在葛威以为无救 准备拉响手榴弹的那一刻 无数贵军从阵地后方冲了上来 与此同时 鬼子大左乔板龙刺 后过往远镜 发现眼前的军队有些熟悉 忍不住惊呼 随着广西军到来 顿吾斯阵地被再一次躲了回来 移交阵地的时候 一名川军班长前来交集 此时这名班长已经是川军最大的军衔 剩下所有活着的川军也各个重伤 七千人的川军部队几乎全部战死 魏军罗团长见到这一惨状 忍不住道理上 川军兄弟辛苦了 两方交接完毕后 川军撤出顿吾斯阵地 而葛威却还在阵地上寻找川军连长张抗 他不敢相信 张抗就这么牺牲在战场上 可事实就让他顾得不作息 突然他发现 刚进入阵地的贵军竟然在撤退 何威拦住一名士兵 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对方告诉他 上街命令让撤出顿吾斯 何威忍不住急动质问道 此时此刻 何威如草雷迹 盼着眼前尸体堆积如山的阵地 他绝望了 鬼也先脱部队 很快涌了进来 前面的士兵对着地上春军上缘 一一步道 就连见惯死尸的桥本 也忍不住捂住鼻子 鬼也走过不久 在数不胜数的尸堆里 张抗从里面钻了出来 此时的他已经精疲力气 远处即将落身的夕阳照在背上 张抗从队上接起一支步枪 一边防身 一边当成拐杀 爬上高处 爬看情况 不料入眼之处 根本看不到一个生还者 张抗爱人下着愿 本想给张抗写信 不料却被告知 那边已经淪陷的消息 瞎之约在医院的阵亡者名单里 看着医生亲自写下张抗的名字 一时激动 直接晕倒在地 电武寺一战后 鬼再为了争弄教堂 和那里的神父争吵起来 乔本走这情况 登附下说 就在乔本准备上车之时 埋伏在窗户的张抗 正在取消瞄准他 但乔本狡诈成性 实觉地看了一眼张抗所在的位置 万兴 张抗惦记不妙 随着乔本坐着离去 神父将大门紧闭起来 鬼队军曹 喊开两名士兵 张抗出战时机 直接开火 一声枪之后 鬼队军曹投入重担 倒地而亡 两个鬼子士兵 上天查看情况 却被张抗动翻轻 再杀一人 剩下一名鬼子 发现张抗位置 打穿张抗身后超过 张抗瞄准敲打 叫唐大门的鬼子 毫不犹豫 忽然一枪 将鬼子射开在大门上 张抗上前 搜查站里面 将鬼子身上的罐口 塞进怀里 忽然大门打开 张抗和神父对视一眼 既神父没有恶意 张抗爬的地上 打开一个罐口 来不及去时 一会儿高点 便被张抗一口解决 就在张抗冲击之时 身在武汉的葛维 却因蹲不四一战 直接从上尉省为少校 葛维还接受了军统一项命令 调查参加过 孙后会战的军官 是否有人通敌 同时张抗在处合格货续时 突然听在身后 传来摩托伤 他在草里扭动瞄准 第一枪 弄掉鬼子摩托司机 车路里滚了军官 趁张抗换子弹的过滑 坐在车路后面 等张抗第二枪打空后 鬼子又趁机 丢到一旁吐火后 二人互开一枪 全都没射中 张抗皱着眉头 从腰后取出一枚手搭蛋 火辣仙 直接砸过去 鬼子哨所吓了一跳 起身准备逃跑 被张抗瞄准时机 一抢入关 张抗走上开 翻开鬼子尸体 却下鬼子哨所 尖章 放进兜里 毕竟这可都是战功 翻开鬼子斜坏了腰包 在里面发现了地图 有了他 张抗就能找到回去的路 人孩不再返回扑中 远处传来狼狗叫声 鬼子仍将一个村女 按在地上 张抗听见女孩哭喊求救的声音 急忙蹲下身 秒针鬼子抖落 一枪下劝 鬼太阳穴直接被击传 张抗对着女孩大喊 院子里跑出一队鬼子士兵 张抗正准备先一步 开枪就向女孩 不料鬼子手挡扮机 离开女孩射倒在地 张抗亲眼看到鬼子 做出畜生检验 忍不住挠袖场落 被人几个鬼子士兵 啪啪啪几枪打击拳 五个鬼子 单场倒闭见了光荒 张抗正正是既有感想 不料强龙子弹已经耗尽 眼看鬼子即将围上来 前女一怕之急 一伙人马从鞋子里杀出 击枪下来 鬼子被全部消灭 张抗见对方是自己人 一头晕倒在地 原来这只部队是新四军的邮机队 张抗这救下后 新四军的手掌起了爱才之心 兄弟 打得不错 都我干了 不料张抗却拒绝了对方好力 声称 既既既然来自春军 那就必须回到春军去 张抗见新四军 拦不住大方的队 传称 自己缴获的三八大杆 用不顺手 全部留下重新四军 进步方不好意思 张抗正招 我白拿 一只部强换一个七九子弹的弹夹 最终八杆枪换了八个弹夹 四几个子弹 两人分离后 张抗再赶了过人后 通过地厅 听着身后套路 买爱汽车的枪 出于检验起见 张抗还带部强 在塔尔中射服 当他看到车标 却是清天白日之事 直接从草城中 走了出来 并拦住几身 对方隶属张军地图金 当听说 张抗谁穿军训练势 忍不住前进 张抗是战场上 淘汰的杂派 张抗听见他的话 现在交出手枪 最后从兜里 高出几个东西 又将高清 不可手枪 传递上 对方前提一看 大致一惊 这些东西 好了会试着 最后竟让不可人事的 著名军 刮目相看 与之后如何 且听下文章节